男人的妻子给他关了一扇窗 领导却又为他铺上了一张床 而这张床正是男人的保护对象 英国内政女王的豪华大床 至于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得这么快 这一切还要从今早大卫的英雄就没说起 大卫在护送朱利亚上班途中突然遇袭 子弹射穿主架玻璃 可怜的司机当场利粉 血液溅到朱利亚的身上 他瞬间被吓得花容失色 而大卫就显得镇静得多了 他第一时间寻求支援 外面的狙击手还在疯狂地射击 大卫连忙给予朱利亚安慰 他快速走下车 躲到了狙击手的射击盲区 然后拿出手机拍下了狙击手的大概位置 可当他将位置会报后 却得到了对方这样的答复 他将司机拽下车自己坐上驾驶位 接着猛轰油门 只见叫车急速倒退 大卫猛打方向盘 接着一个漂亮的飘移将车子停到了大厦门口 然后大卫拿起冲锋枪带上警网 独自一人冲了进去 可当他来到顶楼后 却发现这个狙击手竟然是自己曾经出生若死的战友 两人四目相对 战友自知自己在劫难逃 便掏出手枪引弹自杀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大卫悲痛欲绝 他来到天台上 看见反恐特警们这才姗姗来迟 他意识到 这场恐戏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大卫回到家中将战场上带回来的手枪藏了起来 这时他接到了朱利亚的召唤 当他再次看见朱利亚的时候 发现对方正独自蜷缩在沙发上 看得出来朱利亚被吓得不轻 纵使她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女王 却终究也只是一个女人 她也需要保护 当然 她也更需要男人的呵护 朱利亚对于今天反恐部门的支援速度很不满意 好在有眼前的这个男人用生命护了自己周全 这让朱利亚感到甚是欣慰 面对走上前想要帮忙的大卫 朱利亚主动地卸下了女王的光环 在此刻 她变成了一个柔情似水的小女人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主动 大卫也不知这究竟是福还是福 但她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来讲 当下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接着试探性的亲吻 开始相互疗伤 大卫这个贴身保镖也终于是变成了贴身保镖 接下来的画面不是很好看 所以我们选择性跳过 随着席梦斯的一阵剧烈颤动后 两人又开始变得有些羞涩 因为二人心里很清楚 他们现在的关系太微妙了 第二天朱莉亚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她表示一定会将此次恐袭事件彻查到底 并再次强调将加快调查全法案的实施 而大卫这边却遇到了棘手问题 她被上司和反恐部长叫到了办公室 他们要求大卫监视朱莉亚的一举一动 包括她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都要一一记下 并要第一时间汇报给二人 一边是自己的上司 一边又是自己的情人加敌人 大卫该如何抉择呢 晚上大卫等朱莉亚走进酒店房间后 大卫便也走进了隔壁的房间 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这两个房间内竟然别有洞天 两人静静地听着彼此靠近的脚步声 很显然 在理智与欲望中 两人都选择了后者 这也就意味着 两人的关系将不再单则 接下来的画面就是这样的 我记得温暖和拍摄 准备